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是2021年的3月2号 这期视频我也拖了很久 赢罗马是意料之外的事情 其实对我来说 我赛前其实已经没信心了 我不觉得会赢 挺意外的 然后也看到了一些球队的变化 我觉得看到球队的变化 是最让我开心的 而且是一些积极的变化 往好的方向在变 然后先提一下 我的国米那个视频被下架了 又是说的是 因为一个我也不知道 是什么一串英文的一个版权方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谁 现在在中国大陆还有一甲的版权 然后他就下架我 B站就下架我 那我相信B站下架应该也是对方 说我那个视频侵权了 我也没办法 所以就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 那我们先看一下极井吧 极井里面有很多我觉得我可以讲的内容 首先米兰上半场一开始 打得非常好 是完全摁着罗马在打 我觉得 然后这场比赛 我观测到我观察到的一个变化 我觉得是托纳利和凯西轮流在帮助特奥 然后卡拉布里亚那边 因为卡拉布里亚能够独挡一面 所以他们帮的会少一些 这个变化就导致特奥真的很敢攻上去 包括前面雷比奇的回防 看一下这里伊布 伊布这个操作我觉得没问题 我觉得没问题 他确实年纪大了 你也不能要求伊布能绝对的转身完成打门 所以后脚跟磕了一下 但是没有进 这场比赛 我觉得托纳利让我看到了 他应该出现的这种 他就是在米兰半年多吧 他应该出现的状态 雷比奇这个球也是犹豫了 想给大哥做个球 那米兰一如既往的整个赛季 其实都是这样 就是机会很多 门注范围内 机会真的很多 打到进攻三区各种 但是就是进不了球 所以米兰的终结能力 我真的觉得还要提升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你得势不得分 其实很伤的 其实真的机会很多 真的 然后卡拉布里亚 一如既往的人独当一面 然后换下了小罗马之后 托 托莫里 这场比赛 更加向我们证明了 他值得首发 他的方方面面 速度 身体 防守的意识 但是我觉得他和克亚尔 其实不是很搭配 我相信有更好的方案 因为他和克亚尔都踢的比较激进 其实 然后克亚尔也上强多 托莫里其实上强也很多 这样会怎么说呢 我觉得就是两个中位来说 他们是需要互补的 而不是一个两个类型很相似的中位 如果在足球经理里面 我相信他们两个都是出球中位 都有较好的那种出球能力 我觉得就是重复了 这个功能性是重复了 托莫里你看因为克亚尔在场上 托莫里他就没有用到他的出球能力 我觉得 皮奥利应该想出一个 应该会有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法 这些变化都是好的 恰然浩尔这一场比赛 我不知道为什么 恰然浩尔 其实他的能力大家都是有看到的 只是他的稳定性 真的他这样时高时低 就算一个赛季好 一个赛季差 这也很伤啊 这真的也很伤啊 恰然浩尔 我觉得赶快调整回来吧 调整回来吧 因为他如果在 他在状态好的情况下 你看托莫里的这个回坠 如果恰然浩尔在状态好的情况下 米兰的进攻会更有威胁 会更有威胁 这一场我觉得上半场 能压着罗马打 还是证明我们 前段时间那么好的势头啊 连胜啊什么的 不是单纯的运气 还是有实力在的是一个必然 现在我们就是要恢复我们的士气 把球队的信心找回来 然后 怎么说呢 继续保留在真冠的行列吧 因为 我觉得卡拉布里亚这个方 这个操作很聪明啊 就是如果他真的被踩到了啊 他真的被踩到了 就躺在那儿不起来 躺在那儿不起来 你才给了呃 VR介入的机会时间 嗯 而且确实也是踩到了球了用 他是用钉子踩到了人脚 我觉得算比较柔软的一个区域 嗯 手边虽然猜对了方向 但是凯西打的坚决 角度也打的相对刁砖吧 没有说绝对的死角 凯西发点球还是稳的 然后中场休息 翘上奥路就被换下了迪亚兹上来 嗯 说到迪亚兹我觉得其实嗯 这场莱奥也是相对比较懒啊 我们马上会丢球啊 看到这里我丢球那个点 我想说一下 丢球那个点 我不想怪 呃 拖拿利 因为马上就可以看到 就是这里 丢球这个点 我不想怪拖拿利 因为嗯 他这场比赛真的做得蛮好的 但是其实他不用去和卡拉布里亚二防一 嗯 这样留给了别人起脚的空间 那是一个 因为我们的阵型已经被压缩的比较窄了 比较扁了 那个位置其实应该 是呃 后腰要去保护的 当然对方打得也很好啊 但是就是如果 呃 拖拿利在那里干扰一下 可能这个球就不会进 有时候我觉得他可以更相信卡拉布里亚一点 就是如果卡拉布里亚现在目前没有状态退步 没有什么情况下的话 他能一防一就一防一 我相信卡拉布里亚一对一的能力 现在在一甲是绝对让我们放心的 啊 怎么会是怎么一直重重演这个进球啊 看着让人伤心 这个基金怎么搞的 然后接下来就是雷比奇的那个打门啊 虽然雷比奇后来伤了 其实但看得出来雷比奇这一场的状态非常的好 非常的好 还有就是凯西啊 凯西真的是出现在任何地方 凯西真的是出现在任何地方 这是让我觉得凯西的重要性的 不要忘记了凯西才24岁 他才24岁 他有的成熟 真的是 超过了他这个年龄该有的 怎么说呢 凯西没什么可 没什么可说的 然后雷比奇的这个打门 雷比奇的状态真的很好 而且他好像不管左脚右脚 打的吧 就是也都还行啊 力度啊 角度啊 这些都有 然后我刚才其实想讲的就是莱奥 这一场虽然莱奥 呃 险些制造一个点球 险些制造一个点球 但是 嗯 其实怎么说呢 就是 这场比赛又让我看到了那个懒懒的莱奥回来了 OK 年轻人可能呃 就是有时候还是会走神啊 从他的目标这些走呃 飘到其他地方 我也可以容许就是确实莱奥的天赋在那儿啊 他也是这个赛季对球队贡献了呃 参与的进球也是十多个 所以我觉得莱奥 嗯 也就是尽快从这种所谓的 嗯 怎么说 呃 这种走神中回过来吧 然后我突然想到迪亚兹 迪亚兹其实一直给我的感觉 他很努力 很拼命 很努力 真的很努力的一个年轻人 如果迪亚兹有莱奥的身体 那他早他他已经是世界级球员了 我我就想到这个如果迪亚兹的勤奋 加上莱奥的努力 迪亚兹的勤奋加上莱奥的这种天赋 这种身体天赋啊 啊 不敢想象 真的是 嗯 这场呢 皮奥利我觉得也是不得不求变啊 这是一个外部因素导致比亚 皮奥利必须做出变化 一方面是因为罗马迪亚利 因为 因为续约的原因 其实跟球队在闹不愉快 反正就是给球队甩脸子 呃 这是我大概听到的 就在给球队甩脸色 然后 所以因就着这个契机啊 爸爸小罗马 拿下来 然后让托莫利来打手发 我觉得这些都是必然发生的 他确实小罗马有点膨胀了 而且他确实也表现不好 所以 嗯 把它拿下来 然后确实感觉 托莫利 比他更适合这个位置啊 所以先让他坐在观众席上冷静一下吧 呃 替不息 然后嗯 球队整体来说 整体来说这个走势是好的 就像我开头说的 你能看到一个积极的变化 然后也证明了我们之前打出来的东西不是偶然 不是偶然 球队是真的变强了 成长了 那现在我之前说配不上这只米兰的皮奥利 就球队成长了 现在我们需要看到皮奥利的成长 啊不管是他熬就是熬夜想新的战术 新的变化还是如果他的天赋不足他能用更多的努力更更勤奋去研究对手来帮米兰达到这个赛季的目标 我觉得这不管用什么方法这是皮奥利要做的 就不能踢一整场的好球 真的 就是不不能一整场按着战术来 记战术的这种纪律好像不能保持一整场 嗯 慢慢来吧 也不要求太多了 那红星那个会就不开了 就是既然已经过去就过去了 好 我们现在继续回到正轨上 这是好事情 然后我们和国米的分叉 现在应该也只有 四分 应该是四分吧 好我看了一下是四分啊 现在呃国米56我们52我们没有掉队 我们没有掉队 很棒 那国米会不会拉胯我们不知道 我只知道的是不管我们的目标是不是冠军 我们赢 就是我们面对比赛的态度是不能变的 就算就是我觉得竞技运动你是一个足球队 你每一场比赛你上去都是想要赢的 你要抱着这种形态 你是你是要去赢的 而不是很功利的说 哎 我就增个四 我就增个六 有的比赛我可以松懈 不是的 怎么说呢 现在进入到了所谓的最后冲刺阶段吧 三月份了 赛季剩下不到两个月 最后的冲刺阶段 赛程也很紧张 现在的比赛 就是怎么说 每一场我们多赢下的比赛都为了我们之后 留出了容错空间 因为我们不知道哪天我们又会状态不好 哪天谁又会伤了 现在我们损失三人 两三人 嗯 就是伤病状态 这些是我们无法掌控的 那我们只能尽可能的多拿分 给自己有一个容错率 有个容错空间 不管最后这个赛季 呃 我们的成绩最后到底是怎么样啊 但是我相信这个赛季都是一个收获满满 收获很多的一个赛季 呃 所以现在先不要想那么多 有很多事情 有很多话 有很多事 我们可以赛季结束后 再来做 再来总结 现在要做的是最后冲刺了 不要让这个赛季这么多努力啊 所有人的期待 嗯 就化为乌有吧 我们 加油一下 冲刺一下 接下来的比赛啊 这周一周双赛嘛 明天晚上打无敌内斯 然后两天之后 还有比赛打威罗娜 是吗 我我没有看赛程 因为我最近自己的事情有点多 嗯 我觉得 米兰需要这六分 接下来的这六分 我们需要这六分 让我们连胜再次成为习惯 啊 然后我们需要这六分 让球队重新回到正轨上 嗯 现在其实其实讲真的 讲真的 我不知道你们 我我知道你们又怕我奶或者怎么样 我个人真的还是很希望米兰能拿个冠军 我希望 这是我的希望 嗯 不管是联赛冠军 还是欧联杯冠军 我觉得我们付出了这么多努力 我们需要得到一点奖励 因为努力一定是有回报的 嗯 如果有一个冠军 有一个奖杯 嗯 我觉得下个赛季 我们会呃 就是来的更猛烈一些 来的势头更猛一些 现在我们就是做好自己 然后最后看结果吧 就是不要让自己后悔 虽然已经出现了让我们后悔的比赛 我斯佩奇亚那场比赛就说了 可能到了这个赛季最后 斯佩奇亚那场比赛 会是一场让我们最后悔的比赛 我们会一直记得那场比赛 我们会讨论那场比赛 但是发生的已经发生了 我们管不了那么多 现在最后冲刺啊 多赢 多赢 我不说全胜 多赢 至少把欧冠席位给保住 至少把欧冠席位给保住 我觉得这是这个赛季必须要做的 这是保底的 这是保底的 因为你想一下 如果你做了这么多努力 你和上个赛季 上上个赛季一样 只能打欧联 你想想 这球队的士气会是怎么样 想一想 就是这些球员 如果你是这些球员 你会怎么想 那我努力也是这个结果 不努力也是这个结果 那我 何必像现在这样提呢 那我何必还留在米兰呢 就是我觉得 有时候 我们不应该结果导向的 去做一些事情 但是我们付出了努力 他应该 有一个结果 有一个奖励的 应该给我们一点反馈的 我觉得这个反馈就是一个冠军 联赛冠军 我觉得可能性不太大了已经 因为国民只有一条战线 而且他们也是冲着冠军去的 欧联杯呢 因为他是杯赛 我觉得杯赛一切充满可能性 打曼联 就一句话 干他妈的曼联 好吧 我们谁也不怕 比底运 不管比什么 不管比什么 比梗我们也不少于曼联啊 对吧 好 那这期视频的主要内容 我就讲到这里 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互动的部分 卖萌演示暴力 情绪感谢罗马 让我们拿下罗马 观点 早点拿下小罗马 现在米兰说不定还是第一 如果这场上的是贪守小罗马 那场面不敢想象 这场拿下直接真似队友 感觉比得比更重要 恰球王 这几场状态太差 有点梦游 这场能赢 感觉就是个别球员暴总赢的 球队整体状态和感觉并没有完全调好 接下来 好怕接下来的比赛又拉胯 希望赶紧找到状态和节奏 问题 续约的问题现在还没个具体下文 恰实是不是因为续约问题 这几场感觉都心不在焉 回答你的问题 是的 我觉得是的 因为你想想看 恰然奥鲁他和米兰现在的工资差 这个差是差在一个 100万左右吧 100万欧的一个年薪左右 差了100多万 100万 因为加上各种奖金啊 各方面的 那其实恰然奥鲁他对他来说 对他来说他去错过了和米兰要架的最好时机 他现在状态不好 他自己肯定也心烦啊 你状态不好 你没资格谈续约 你知道吗 嗯 那他现在 我感觉恰然奥鲁陷入一个恶性循环 伊斯拉现在状态不好 状态起分 正常 但是他 他需要用自己的好状态 好的表现 来向球队证明 他值得拿到这么高的工资 这么高的薪资 那 嗯 米兰现在态度也很强硬 呃 给出了这份offer 如果不屑 不屑 不屑 不屑的话 米兰就会找替代者 然后恰然奥鲁其实表现最好的时候 他们没有很 其实没有谈到这么深入的地步 接下来就伤 伤了之后 呃 现在又 嗯 出现状态不好 其实如果站在恰然奥鲁的角度 他现在不是一个 很好要价的一个时间 一个时间点 所以 他自己是心慌的 他自己肯定也是心情不好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跟他的状态 应该是有直接关系 GT老爷车 情绪赢了很正常 毕竟是米兰 观点皮奥利毕竟是救火教练 不是有欧冠经验的名帅 不然以这个阵容 米兰登顶一甲无压力 现在却被国民反超 皮奥利全国 建议 建议就地下课 嗯 好 这位观众 我看到你在夏院和小天使的福将 有一些争论啊 嗯 我 确实小天使的福将说的也有道理 你们都说的有道理 确实这也是我的一个 这也是我的观点 我现在还是认为他的能力配不上米兰 真的 我觉得皮奥利的能力是配不上米兰的 嗯 就不就地下课 因为现在他又有起色了 我觉得可以给他时间 可以给他时间 如果就是如果皮奥利 就是这有个前提 如果皮奥利还能成长的话 他如果慢慢 这个赛季 加上这个夏天 比如说这个赛季收尾 我们拿到了我们想要的结果 然后 嗯 皮奥利他也能成长起来 就是他 我们看得到他的进步 我觉得皮奥利是可以留用 但是以目前来看 以目前来看 我觉得他该下课 我觉得皮奥利该下课 嗯 赛季中下课 我觉得 嗯 对球队整体而言吧 就我是希望皮奥利下课的 我是希望的 因为 我觉得他 他的有些缺点是性格问题 嗯 比如说他的优柔寡断 比如说他的 很多东西吧 他的很多东西是性格问题 我不觉得他能改 赛季中下课 对球队的 这种 呃 伤害 我觉得有时候会大过这个教练本身 所以我觉得看赛季末的成绩吧 看赛季末的成绩吧 我相信 米兰 米兰队内 对他也有一个考核 达不到 什么什么 他就得走 然后通过下窗 因为下窗肯定也有很多 呃 球队换教练 我们到时候看 如果皮奥利 达不到我们的要求 我们能不能换一个好的教练 因为教练这个位置太重要了 太重要了 呃 所以我觉得 不能说 为了换而换 换是该换 但是 我们换谁 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永远的超级皮波 情绪 一喜一忧 艰难拿下真似 直接对手 值得高兴 多数球员拿回久违的好状态 也足够欣喜 但前场三大腿的提前退场 有点揪心 接下来都是硬仗 有点担忧 观点 皮奥利敢于 皮奥利敢于用托莫里 拿下小罗马 值得肯定 估计也是俱乐部给了压力 希望 坚持一下 托莫里和克亚尔的组合 阿尔米兰 轮换厚度 还是有问题 下半场几个球员 换上来 或多或少 都是有很多失误 有些失误 还挺致命的 梅特达洛特这种球员 实在配不上米兰 下赛季就别买断了 克罗尼奇卡 其实好球员 但和现在的米兰 有些差距 该卖就卖了 下赛季最主要的是 封线补强 尤其是中锋位置 然后再给 右边封补一个阻力 后腰补一个 凯西的合格替补 左边后卫 一个特奥替补 问题 海域阁欧连没报名 联赛也连续 几场被雪藏 鲨鱼宝宝觉得 后市如何 还有没有机会 二 欧连和联赛都进入 关键时段 米兰阵容并不整齐 后面经历该如何分配 三 一部如果退役的话 现实考虑下赛季中锋位置 鲨鱼宝宝有没有推荐 好 关于海鱼格 关于豪格 我觉得米兰不会放弃他 肯定是不会放弃他 他是 大家都一致看好了能力 既然在他自己国家联赛 有那个能力 就是天赋 而且天赋肯定是有的 毕竟那么年轻 我觉得让他好好沉淀几场 让他更融入球队 嗯 就是跟着再练一练吧 毕竟年纪还小 而且这是五大联赛 这是足球的最高殿堂 不是说哪一个人就真的能打 他需要一定时间的适应 对吧 嗯 而且毕竟 毕竟他是我们买下来的球员 他是我们的球员 所以我觉得 后面应该是好的 是往好的方向发展的 那 后面连 我觉得欧连和联赛都进入关键阶段 米兰阵容不齐整 后面精力该怎么分配的问题 联赛肯定全力以赴 全力以赴 嗯 欧连 看对手 看对手 我觉得过了曼联这一关 后面会好走一点 打曼联我觉得一定是全主力的 一定是全主力的 这是一场 我相信米兰打曼联 不管他在任何时候 他是友谊赛也好 他是一场焦点之战 他是大家都会看的 他是两个时代的霸主在决战 嗯 虽然这两个球队现在都不是霸主了吧 但是他们有着广大的粉丝群体遍布全球 这一定是一场万众瞩目的战斗 嗯 米兰 其实缺少这种战斗很久了 这种欧洲层面的国际层面的比赛 OK 我知道上一场得比他的关注度很高很高 但是我觉得来的没有这场米兰对曼联高 所以 不要想 就我借着你这个问题来说说曼联这个事情吧 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一次机会 这是我们一次展示自己的机会 这个平台 嗯 我记得上个赛季 萨尔斯堡 红牛 呃 他们球员全部聚在电视机前面看抽签 当他们发现自己抽到利物浦的时候 全对的那个欢呼 我觉得球员就是应该这样 我们要打就打最强的 就是 我觉得这 就是 曼联现在状态也这么好 输我们没有什么输不起的 输了我觉得只要拼尽最后的力气啊 拼尽所有的力气 虽败犹容 赢了当然自然是好的 对吧 我觉得 就享受比赛吧 提马连这场比赛 做好自己 剩下的交给上帝 嗯 我相信两队的球员都会给全世界的球迷 奉上一场精彩的比赛 啊 或许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呢 对吧 不好说 不好说 然后 中锋这个问题我谈了好多次了呀 你们问我 问就是哈兰德 好吗 问就是哈兰德 你们觉得不现实吗 不现实吗 我来告诉你什么是现实啊 米兰这个赛季 好好的拿下 冠军 如果是个双冠军 对吧 双冠军 他待在多特啥都没有 何必呢 来吧 Come on Come to Italy 我觉得哈兰德的肤色那么白 和红黑线条三很配 真的 赛季一结束 是吧 老板一看到 哟 我毛 踢的还行啊 那要不加大点投入吧 我也来 让米兰重新爆个欧冠 爆个大尔罗杯 那哈兰德不是水到渠成的事 对吧 一条懒惰的精 情绪意料之外 观点 皮奥利拿下小罗马 真的出乎意料 拿下 而且拿下小罗马 击败了罗马效果立竿见影 皮奥利保持下去 欧冠趋稳的 谁表现不好 谁下下谁 输球看不出来 赢球缺谁谁尴尬 罗森内里 情绪 前一场比赛上了三针 真的顶不住啊 不过还是很开心拿下比赛 观点 真的不是看不起小罗马的意思 我是单纯觉得没有小罗马 我们至少能多拿十分 问题 听说今年下窗会有大动作 阿博主认为是谁会来 可能是地席回归吗 据说托纳利今年也会被买断 托纳利肯定是会被买断的 那个租借费太高了 那肯定就是奔着买单买断去的 嗯 这个不用说 那下窗我觉得大概可以确定的是托万啊 托万应该是个免签 但是给他一个较高的工资 因为下窗他的和那个马赛的合同就到了 所以应该是个免签 然后托万是确定的 那其他还有谁就不确定了 地席的回归 呃 我觉得切尔西看着地席和切尔西 然后加上图赫尔 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可能性不大 图赫尔才到切尔西嘛 我觉得下个赛季也需要自己的老将 正正正正一正场的啊 老自己的老搭档 所以我觉得很难很难 小天使的福将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但是一天就可以摧毁 观点 皮奥利拿下小罗马 红黑军团拿下罗马狼 胜利不可怕 缺谁谁尴尬 卡拉布里亚 是有勇有谋 在哪里被脚踩就在哪躺一会儿 会来的 黑子又要酸 我毛点球多 酸就酸吧 我毛点球多 是因为攻入对方禁区 导致对方禁区内犯规的次数多 争议点球也就是第一回合打罗马的那个 但是那场比赛裁判送了个更有争议的给罗马 皮奥利你尝到拿下小罗马的甜头了吧 下场继续 问题在中位位置上 如果托莫里和加比亚或者克亚尔和加比亚会不会更好一些 就像前面那位说的托莫里和克亚尔都是上抢型的 容易出空当 加比亚我感觉不为意识不错 恰然阿鲁续约进展怎么样了 感觉他的续约最为重要 毕竟一步四十了 而且感觉一步只要自己想续约拉胖子不敢说话 门将位置优秀的人选相当多 好的前腰真的不好找 求伤员情况信息 伤员情况 我等会去查一下 查一下我发在我的动态里 然后 恰然阿鲁续约 现在就是零和了吧 零和游戏了 恰然阿鲁好像就坚持是要五百万加奖金各方面 米兰好像是四百万不能再多了 不接受的话我们就找替代者了 那怎么办呢 我也是看着挺揪心的 不知道怎么办 同样你也说到托莫里和克亚尔的问题 你跟我的观点就是你跟我的视角不一样 你是觉得会出空当 我是觉得他们俩在一起功能有点重复 就是我觉得可以让阵容角色更多一点 他们俩功能有点真的有点重复了 因为我觉得托莫里其实他算是一个克亚尔的替补 他算是一个克亚尔的替补 然后 确实但是你说这个也有道理 我想了一下他们俩如果都上抢的话 会有空当 那么我觉得我建议的是什么 我建议的是 我觉得这个的解决方案就是 克亚尔留守托莫里上抢 因为托莫里可以迅速回到位置上 他有速度 那克亚尔用他的经验来镇住后防 这是一个解决方案 那加比亚也是可以尝试的 加比亚肯定可以尝试的 我觉得加比亚的能力是在小罗马之上的 他的顺位也该在小罗马之上 他小罗马比他多的只有经验 是啊 那你的问题就回答到这里 然后卡拉那个确实聪明 确实聪明 我觉得就是你如果确真的是你很确定 你很确定你是被犯规的 那就躺在那儿 真的 因为球员自己其实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被犯规 我也相信有了VR之后这个比赛是公正的 因为没有什么犯规可以逃出VR了 所以只要是犯规 他基本上就会来的 但是意大利不好说 意大利这种赛后大家讨论的点都是裁判的国家 不太好说 毕竟欧洲中国嘛 对吧 这种人际关系 人际关系比较复杂的地方吧 就会有变数 任何东西 人只要介入了 就出现变数了 COSIFONI情绪 献计了伊布雷比奇 换来一场胜利 太不容易了 观点 皮奥利敢于拿下13号 并且能在中场果断换下状态不好的恰时 非常有担当 但是对于调整后的阵型 做出了有针对性的战术安排 托莫里的作为一个上抢类型的中后卫 他今天的表现可圈可点 尤其在那个几乎形成单刀的防守上 充分的体现了他的特点 相比之下 同样类型的克亚尔更多的扮演了 不畏的救火队员角色 但是这不是他的长相 比赛中多次托莫里上抢克亚尔失位的情况 下半时 梅西他娘利用了托莫里的失位 扣过补位的凯西 都射圆角的射门 真的吓死个人了 后腰在大禁区湖顶的保护 仍旧做得很差 丢球就是最好的学费 两名后卫同时上抢 第二点控制不住 匆忙落位的时候 大禁区湖顶的真空地带非常致命 托莫里应该做自己的自我检讨了 很庆幸哲科的确证 如果哲科在场上 他的支点能力 支点的做球能力 吸引托莫里上墙后的空档 将会更加暴露 通过这场比赛 看短期内将13彻底封杀的可能性不大 半场换下恰同学没有任何问题 不要被他的评分所迷惑 除了三个角球 上半时他什么都没做 问题 连续四场的不胜皮奥利备受质疑 甚至不少人说他的水平有限 我并不这么看 球队的低迷并不是他一个人的错 我认为他得出 他看得出场上的问题 并且能够果断的调整 之余 而且至于调整的结果好与坏 其实多少是一种赌博 你不能指望每个教练 都是齐单一样的玄学大师 他敢于顶住压力 拿下苏索13这些人 敢于多次在场面不利的时候 中场就做出调整 这比很多固执教练都要强太多了 如果赛季前知道我们现在是这样的成绩 还会不会有人喊着让他下课 希望有点挫折失败就喊换教练的朋友 看看我们的球员年薪和身价 再看看多少年以来 高炮在球队经营和买卖球员 以及择帅的思路 即使进了欧冠 有可能赤字千万去请那些所谓的名帅吗 不要抱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 相比一千两百万年薪的孔蒂 他做的已经非常好了 想想刚入主米兰的时候 漫天的皮奥利奥特 我至少签他一个道歉 是皮奥利 皮奥利就是他的 如果这么说吧 如果看他的工资 再看他干的活 他一定是超级优秀的 超级优秀的 只是我们大家觉得米兰不该是一个这样的教练 当然如果按照你说的 你说的非常有道理 如果是赛季初期 我们看到这样的成绩 还会说什么呢 是吧 是的 那对恰然阿卢 我要说一点 恰然阿卢 他上半场也是给我的感觉 就是他隐身了 我们看不到他 然后 我刚刚忘记了 我忘记了 包括我之前 自己做视频的时候也忘记了 我要说的就是托纳利 那个飞升补枪眼 那是我喜欢 那是我喜欢看到的 就是你该为 就是一个后腰 你该为球队做那些 做这种事 然后后腰的这个保护 因为我不是专业的教练 我不知道你要通过什么样的训练 去让后腰完成 对湖顶为止的保护 是球员的自己的特点 还是球队的战术安排 我不知道 但是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 一定要解决 因为现在的球员越来越全能 很多球员都是有远射能力的 你这样一直给别人远射起脚的空间 米兰 米兰丢远射丢了多少个了 我我想 我应该去找一下数据 我觉得丢的挺多的 米兰这个赛季远射丢球 这种中远距离丢球 就被打远射 因为后腰保护不及时 已经丢了很多球了 所以 我觉得 这个问题要及时的修正 皮奥利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现在就是两大派 就是我觉得球同存异 各数己见 好不好 好 那今天的这期视频就做到这里 做到这里 感谢大家一直的支持 好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